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個最近當然就是武漢肺炎 聽到這個大家心情很 真的是覺得很怕 這個時候台股動盪不安 到底這個時候 我們常常說這是一個 危機入市的時刻 大家先舉牌好不好 一開始我想先問你覺得 因為現在疫情的情報真的很多 到底現在是覺得 可以比較安心一點點的 你覺得是比較樂觀 舉綠牌好不好 你覺得沒有 可能就快要崩盤舉烘牌 好不好 第一題大家先表態 還有一比一 一半樂觀一半悲觀 講一下為什麼樂觀 因為其實這一次 武漢肺炎的部分的話 當然新聞每天都在報 所以大家恐慌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們要從實際的數字 來做一些討論 像之前的SARS的部分 它的致死率大概是十個Percent左右 可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 我們根據WHO發布的數字來看 它的致死率只有兩趴 而且狀況有點不太一樣 你看當年為什麼SARS 這麼恐慌 因為那時候剛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病毒 造成了這大規模的傳染 可是你看這一次 其實大家都是有準備的 所以你看不論是防疫 口罩 做法 封閉 那些馬上就上了 所以速度很快的 其實每間公司 他主要的一些商業規模 商業的模式 並沒有因為這一次 而產生很大的一個中斷 所以我覺得後續的部分 只要疫情開始趨緩之後 所有的公司都還是會回到 他原來的軌道上面去 可是關鍵是疫情要趨緩 現在疫情會趨緩 還是再惡化都不曉得 我覺得這個部分 要做滾動式的觀察 因為這個疫情的新聞 一日多變 不過我對股市的看法 長期都是維持樂觀的 好 這此時此刻 你心裡是覺得應該還OK 對對對 剛剛是說其實恐慌 但我覺得二兩千零三年的時候 SaaS的時候 手機還沒那麼發達 現在其實反而大家訊息很多 真假消息很多 好像感覺恐慌的人 其實不少 你剛剛是舉悲觀 當然是悲觀 因為坦白講 我現在每天看資料 真的看不完 包含了約翰霍普金字大學 包含了各個媒體 我們先講這幾天 連東方航空都自行截斷了 他跟美國之間的直航 那你當然更別提 包含了美航 包含了聯航 包含了銀行 全部都跟中國斷線 那這個東西 麻煩的地方是在於 如果接下來 這個疫情沒有趨緩 持續往下走 我們直接講 先講我個人認為 疫情根本沒有趨緩 而且目前都還是高元期 你看包含了 我們剛剛講幾個 國際來源的數字 你看到的這個疑似病例 跟確診病例 都還在往上成長 那到目前為止 都看不出來這個區率 有變平緩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短時間大概疫情不會結束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 當年SARS2003年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各國的服務業比重 特別我們講台灣好了 服務業比重那時候 沒有到這麼高 現在已經大概到六成五左右 那如果今天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所造成的影響是 它連接觸門把 都有可能接觸到 新型冠狀病毒的話 那請問外送業會不會受到影響 請問餐飲業會不會受到影響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個人滿悲觀的 而且更重要 如果它延續到五月六月 七月八月之後 那已經不是疫情的問題 那是整個供應鏈會斷裂 你武漢外面的人回不去 然後重要的消防公司 沒辦法開市的話 那接下來的狀況 就是各位 你們要囤機跟要找東西 可能不只有口罩 還有別的東西 搞不好都會出問題 還要囤什麼 現在囤口罩囤酒精 還要再提醒 是 還有 那我們這樣講 那你是高科技公司 你的記憶體能不能夠完整 快速的生產 然後你的iPhone手機 能不能夠繼續正確的投展 別忘了 一個廠只要有一個人感染 你是不是要封廠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長遠來看 很悲觀 而且我們必須要特別講 大家都會講說 七八月疫情會趨緩 對不對 但別忘了 這次南半球 也有受到影響 那七八月的時候 南半球是冬天 那你說北半球是 夏天也就算了 我覺得這一次的 新型冠狀病毒 不可小覷 而且看起來是偏悲觀 你們這個想法差很多 你覺得會趨緩 他覺得會惡化 那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 還沒有開學或者復工 這次可能是另外一個高峰 還有停飛 因為我北京有些同學 他們真的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他去做旅遊業的 比如做那種出國遊學團 光這一次可能 我的兩個同學 大概就兩千個人的團出不去 那個損失其實是蠻大的 都不要想 而且更重要的是 北京這幾天 已經有院內感染了 那院內感染就表示 他已經在醫護領域 已經造成進一步感染的時候 有一個發病人 離中南海三公里而已 對 那請問這樣的狀況 接下來是很樂觀嗎 我個人比較保守